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由国光1813低线转型行驶 基隆中山区主要干道在京中校东路 返回台北市政府转应站的中山快捷公车 3月3号要正式上路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思英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及多位市议员 与国光客运副董事长王应杰 共同启动下 往返基隆台北的中山快捷公车 3月3号起上路 这是基隆第四条快捷公车 主要行驶中山一二路等中山区主要干道 台北端则是经国道下交流道后 行驶中校东路 途经台北市政府等捷运各站 预估可为民众省下20分钟通勤时间 这几年来基隆市的成绩快捷公车的推动 我想受到市民朋友很大的一个回响 包括第一条的2088快捷公车 居然已经达到1200万人次的这样的一个酝量 1088也达到了120万人次 1579也到188万 所以现在1813D的快捷公车的一个路线能够开辟 我想可以带给我们中山区 这个路线周边民众很大的一个便利 我们预计可以减少20分钟的上班通勤 单趟的一个时间 受到疫情影响 原本计划去年就通车的中山快捷公车 延后上路 让立法院蔡思印直说是好事多磨 而由国王客运1813D线转型的 中山快捷公车终点站设在台北车站 转成接驳更为便捷 这条快捷公车的终点站 在台北是东山门的车站 那真的非常的方便 也就是说这一条路线到了台北之后 它不是在市府转运站做它的终点站 它是直接到台北火车站做终点站 所以对很多的基隆市民来讲 我搭乘这条路线有不同的选择 我可以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在中间有几个车站的停告 对于在大台北都会去工作的很多的好朋友 我相信是非常的方便的 基隆市的通勤人口有高达10万人 很高兴的看到这个1813D 快捷公车的成立 佩翔请代表议会 肯定我们市政府这几年的作为 不管是1813D也好 1579也好 还是20881088 都是帮我们 让我们的通勤族 能够快速的从基隆市 直接到台北市的一个很好的政策 基隆港西亚因为有1813D的快捷公车之后 不管是通勤族或是观光族 都有很好的方便的快速公车 可以直接来自最活动人口的台北市跟新北市 所以对繁荣 这个基隆会帮助非常的大 对于中山快捷公车终于通车 中山区民众非常开心表示 以后往返台北就不用再转搭公车了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家就住中山区 然后本来我就是上班的时候 都只有单向的到台北工作 然后每天回来都要在那个海洋广场下车 然后再还要换事工车 就很麻烦 那现在可以直接回到家里 就缩短的时间 我就很开心 首次营运快捷公车的国王客运方面表示 中山快捷公车全天往返48班 尖峰时段每隔20到30分钟就发车 需要让基隆西岸的民众享受 更为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 除了新史中山区主要干道 中山快捷公车路线 海连结国门广场 基隆地标 太平青鸟书店 外幕山滨海步道等景点 配合4月22号将登场的城市博览会 将吸引更多双北民众 搭乘快捷公车到基隆观光消费 记者张旗潭 基隆报导 而从中山区到台北车站的中山区快捷公车 预定在3月3号正式上路 不过和庆里及中和里 统称大甘林地区却没有设站 因此市议员张炳君特地邀及相关单位及里长会刊 争取在中和路14号之二对面的公车大甘林站 增设停靠站 从基隆市中山区到台北车站的中山区快捷公车 预定在3月3号礼拜四正式上路 不过因为中山区包括和庆里以及中和里 占中山区三成以上人口 统称大甘林地区却没有设站 因此2月16号市议员张炳君争取在中和路 14号之二对面的公车大甘林一站 增加设置快捷公车的停靠站获得通过 张炳君在3月1号再次办理会刊 希望公车处尽快设置快捷公车后车停 服务通勤民众 那因为炳君其实跟蔬菜学里长 一直在争取我们快捷公车 那我们也将在3月3号来正式通车 那我们在通车前其实我们有听到 大甘林地区的民众 希望人在大甘林一来增设停靠站 那也感谢各单队的努力 那我们现在也顺利争取到大甘林一 为中山快捷公车的停靠站 那接下来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来去设立后车停 因为基隆长区下雨 所以我们希望有个后车停 让这里搭乘的民众 再也不用被风吹被雨淋 那我们也会请公车处来尽快演绎办理 我们希望在通车之后 用最快速的时间来增设后车停 让民众再也不用担心 被太阳晒被雨淋 那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民众 未来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快捷公车 前往台北 然后让基隆中山区跟台北 做一个有效的连结 也让我们中山区发展变得更好 中山区快捷公车 周一到周五基隆端最早一班早上六点发车往台北 台北往基隆最早一班 则是早上七点发车 对开四十八个班次 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日 基隆端往台北最早一班早上七点发车 台北回基隆最早一班早上八点发车 对开三十二个班次 而中和路大甘寗一停靠站 也将成为中山区快捷公车 往台北上国道高速公路前 基隆的最后一个停靠站 从台北回城到基隆 则是下车的第一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市员庄敬顺也相当关心 这站中山区三成以上人口的大甘林地区 因此邀及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和当地两位里长及社区理事长一起会刊 寻求短期及长期的解决方案 从基隆市中山区到台北车站的中山区快捷公车 预定在三月三号正式上路 不过因为中山区包括和庆里 以及中和里 占中山区三成以上人口 统称大甘林地区却没有深入到真正社区附近 涉庭靠站 因此市议员庄敬顺也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和当地和庆里长李詹琪 以及中和里长苏柴雪 和和庆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家和一起会刊 寻求在短期内的解决方案 是否在中和路200项可以设快捷公车的回转区 以及停靠站 我们现在的中山区的快捷公车 即将通车在即 但是有四分之一 将近四分之一 我们中山区的人口要往外面去等车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回转空间 来做研究它的可行性 是不是能够来加汇更多的市民 长崎则是希望市政府可以规划打通 中和路200项到大庆大城里民活动中心 和A区附近的计划道路 成为进入大庆大城社区的另外一条领外道路 真正解决大庆大城社区168项交通 涌塞的问题 是我们希望它的计划道路 能够去做改变 让大庆大城未来在168项12米道路 能够赶快来清空 来密寻我们相关的一个停车的土地 让我们的车辆能够有地方能够停 社区也能够更通顺更安全 包括我们的垃圾车 包括我们的消防安全 都是我们心心念念 无时无刻不敢忘记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好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各局处 还有里长里市长的大力帮忙 不过因为中和路200项周边空地 都是私人土地以及水泥公司的土地 因此短期内要设置公车回转区 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的沟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228连假三天 基隆市区涌入了大批的人潮及车潮 真的是塞爆了 大排长龙的车震 让附近店家直呼比过年还夸张 天涼河两侧道路满满都是车潮一路绵延 瞬间变成一个大型停车场 这是228连假第二天 基隆市区的交通状况 附近店家直说比过年还夸张 不仅主要道路塞爆了 市区三大停车场周边 也是出现大排长龙的车震 28连假第二天 涌进基隆市区的车辆数 比第一天多了将近一倍 加上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 短短几个小时 基隆市区就发生了20几起车祸 尤其在衔接中山高速公路的 东岸高轿桥就发生两起 让整个塞车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车潮在27号当天达到一个高峰 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 它的车辆数甚至比原价第一天多了几乎快一倍 所以造成我们市区有多处的那道路 有那个永涩的情形 当我们发现这个情形的话 我们就立即有加派远景 在那个市区有做疏导 可是同时我们市区又发生了大概下午五点到九点发生22起车祸 其中的两起是发生在东岸高架桥上面 造成南下北上要往高速公路的车流 就是没有办法上来没有办法下去 另外在二性行团站那边也有发生几车祸 也会造成我们公车在那边堵塞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在市务会议上指示改善 对此金融市政府交通署方面表示 除了持续加强交通苏岛进空路口外 预计今年完工启用的金融市仁爱信义国小地下停车场 可提供348个停车位 将有助于减少市区塞车情况发生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请警察单位或者是议交的部分 然后协助排除来增加所谓的交通秩序跟进空 我想路口的进空只要大家都尽量保持的话 那对于这个交通的影响或者是它连锁效应的话 应该还是冲击会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另外增加市区的停车空间 我想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仁爱跟新一国小的地下停车场 应该也可以顺利来完工启用 那对于市区的这个停车不易或者是车位不足的情况 应该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输解效果 另外金融市警方这次廉价启用调波车道 因应基金公路车潮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特别到现场关心 为了执行远景辛劳 这次的调波是配合公路总局的车辆统计的系统 以及空拍机 还有我们人力在那边做车辆的调波 我们空拍机拍到说车辆如果到达 因为基金二三路是二二车道 双向各两个车道 车辆数如果到达三比一的时候 我们透过空拍机的来判断 它已经有到达一个可以调波的水准的时候 我们就来做调波 所以我们基金二三路在大概27号28号是相当顺畅 江苏方面也再次呼吁游客 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到基隆游玩 才不会因为塞车或找不到停车位 花费时间而败坏的游行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马溪与马东交界处有一公顷的秘密花园 农友陈德郎细心培育下 满山的心仪花盛开 珠珠比人高令人大开眼界 哇一朵朵比拳头还要大的心仪花开满枝头 发出淡淡的清香 粉红 蜜白 浑色的各式花朵 在雨水充沛的马铃山中绽放 近一公顷的土地生意盎然 别有一番风情 第一次受邀到农场赏花的民众都会吓一跳 很难想象雨下不停的基隆 会有花朵如此绽放 我真的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花这么盛开的样子 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农友陈德郎夫妻非常喜爱花卉 在自家的农园种满心仪花还有各式茶花 冬末初春各式花卉盛开 美不申收 上面的大棵的可能有差不多20年了 有茶花有星雨还有金花茶 下面这个种起码有50种以上 因为我是种竹笋的 夏天的时候都是卖绿竹笋 冬天比较有时间才会来照顾这个 弄这个花园 差不多20公分的小苗 照顾到比人还高的信仪花和茶花 夫妻俩不藏私 想要把信仪花的秘密花园跟大家分享 还有各式茶花呢 还在盛开的茶花就像玫瑰一样 鲜红粉红鲜白朵朵明亮 最特别是这一株黄金茶花 盛开时超过千朵 壮观美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慈平寺的财神殿 共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平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平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赝养 到了慈平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国内台湾海洋大学教授林永凯与学生蔡成荣 研发以软白 豌豆蛋白 截然胶及海藻胶等食材 以3D列印的方式 做出合适老人家吃的淡奶素仿生牛排 而且这项AI技术 可以制作出不同硬度与质感的肌肉组织 成功申请到美国专利 以软白 弯动蛋白 截蓝胶及海藻胶等食材 运用3D列印技术 打造的淡奶素仿生牛排 都是可食性的食品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系与食品安全所教授林永凯 与学生蔡成荣运用AI科技 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想要食品形状与质地 希望我们藉由人工智慧的计算来调整 我们想要的咀嚼性跟硬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 比如说我们想要老人的跟年轻人 我们不同客群会有不同的咀嚼性需求 那我们就可以在电脑先算出我们的配方比例 然后再针对客群所需设计 那我们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希望零饥饿 然后在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消除贫穷 让没有钱买得起肉 或是减少牺牲这一块 可以尽一份努力 以人工智慧来演算配方 可以应用于各年龄层的族群 并制作个人化食品 仿生牛排所使用的材料成本低 可以改善全球农粮危机 减少畜牧产业对环境的冲击 目前已经申请到美国专利 因为到2030年的时候 人类的人口大概会将近90亿 那人口逐渐增加 可是我们要养动物的方式就要改变 因为养动物可能会碳排放 那动物会牺牲 所以说这个技术其实就是 符合那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 它会减少这个饥饿的人口 还有就是改善这个人类的健康这样 我要再附带说明一点 就是未来人类可以吃的食物 可能是像这个样子 它会是经过重组 然后某一些营养素呢 可以强化比如说蛋白质啦 铁质啦 或者是一些抗氧化啊 心血管健康的这些元素 就会加在里面这样 这项仿生牛排技术 除了以3D练印 也可以使用调理粉包的方式 加入适当比例的水 以果汁积打匀 再放入一般容器 微波制成仿生牛排 选择不同的料理方式 也将成到不同的口感 因为它经过了那个3D练印之后 它就是有不同的那个蛋白质堆叠 它吃起来就是会比一般的 我们外面吃的那个酥肉酥 或者更有口感 就是它有肉的纤维感呢 但是它的软硬度又是很好咬断 非常适合老人家这样子 其实这个食物很美味 当我试试这个食物 我认为它看起来像生物的肉 它有些味道像鸡 它看起来像鸡肉的味道 所以我认为它很美味 我真的很喜欢它 林荣凯与蔡成荣师生研究的成果 今年1月刊登在国际期刊 《未来食品》中 也是第一个被刊登在 《未来食品》中的台湾团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在金融市区五处的行人穿越道上的 行人号制灯 把这个灯给变大了 从原本长寒20公分提高到30公分 希望有效维护行人的通行安全 行人号制灯由红转绿 民众安心穿越马路 只是一看这一组新的行人号制灯 明显比一旁的旧的行人号制灯 这是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的 号制更新措施 将原有的行人号制灯放大 从原本长宽20公分增加为30公分 让对象行人更容易辨别灯号颜色 及秒数快速安全的穿越马路 为了提升路口行人的穿越安全 市府交通处针对市区行人量较高 行穿叫场的路口来针对行人灯 然后原本它的尺寸是20公分 然后把它更换为30公分的一个行人灯 那希望借由这个放大行人灯 能够提高行人对耗制的这个辨识 然后增进这个交通安全 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呢 那已经有完成了这个国关临时站到这个人响诊所 还有国关临时站到我们火车南站 还有这个循环站到基隆二性 还有循环站到海洋广场 还有海洋广场到对面的这个国泰四华银行 这五处路口行人灯的一个调整 那希望借由这个放大行人灯 然后能够能够提高这个行人专业路口的安全 目前包括基隆火车站南站 海洋广场及二性循环站等五处路口 都已经将行人耗制灯放大 交通方面表示 未来会持续针对行川线较长 且不容易辨识的路口 行人耗制灯进行放大调整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正在才刚完成的一个设施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 后续去观察这个 这个行人的使用的情况 然后后续会再来演绎 来针对一些行川轿场 不亦辨识的这个路口 来去做一个调整 交通方面也再次呼吁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在行人耗制灯的指示下 行走行人穿越到安全过马路 记者张继腾金融报道 在金楼有一位非常热血的 80岁捐血义工阿伯 他叫做周震一 本身做代书被人称为捐血钢铁人 背后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一块来看看 画面上这个骑机车在路上奔波的志工 就是80岁的周震一 号称捐血钢铁人 他是中华捐血人协会 终身捐血奉献奖得主 而走进金融捐血站 真的很像在回家走廚房 每个人都很熟悉 可见得他长期投入志工的程度很深 这位好朋友 好朋友 对啊对 都来做故宫啊 同样 你就接好朋友来捐血 有啦 他多厉害 这个也适合 我今天都适合的 他也适合的 三个月会中 四季会 四季会 对对对对 对吧 之前是两个礼拜来一次 现在是一 六十五岁了就是 一个 一个月来一次 我来拍座大哥 对啊对啊 座大哥也很热心 非常热心 真的非常热心 因为 其实这个活动是要大家 对 大家参与 参与 他很热心 要这样做宣导 是啊 座大哥以身作者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他本身罹患癌症 但是 他并没有丧志 反而面对人生考验 投入捐血志工 用满腔的热血来服务社会 而这样的生教言教 也让子女感动了学习 一家都在做志工 那这个捐血钢铁人 不是他自己举的 是那个捐血协会 给他的称呼 那我爸呢 今年就得到了 那个捐血终身奉献成就奖 我爸在我的心中 就是这个 捐血钢铁人 因为我爸真的是超强的 他现在基隆都是每天都下雨 可是我爸爸80岁了 他还是这样子骑着 在大街小巷这样子穿梭 然后就是在到处在筹办 各个捐血活动 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捐血的时候 他就是每个时间一到 他就去捐 那等到他的年纪到了 就是已经不能捐血了的时候 他觉得呢 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去奉献 他觉得怎么办呢 结果他就换了一种方式 就是开始去协助各个公益单位 来筹办捐血活动 我爸至今呢 他办那个捐血活动啊 因为都是我在 我在帮他整理资料的 已经一百多场了耶 我真的觉得我爸爸真的是 他就是他的公益心 怎么可以这么的热烈 而且啊 我爸看起来这么健康 其实啊 他从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就是得到了淋巴癌 而且还是很严重的 就是住院 然后接受化疗 然后中间还复发了好几次哦 那那时候呢 我爸就是很勇敢的 就是克服了那个癌症 然后结果呢 他就是恢复了健康以后哦 他就觉得那个 既然他能够活下来 就是没有死掉 他就应该要用他就是 难得的就是珍贵的生命啊 应该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这个持续不断的 几乎是每个礼拜都在办捐血活动 那我真的觉得哦 真的是上天在保佑我爸的健康 他可以这么健康啊 真的是因为他的身上 有那个使命感 他要去做更多有意义 这个是社会的事情 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抱着感恩的心 那当然了 我身为他的女人 我以我爸爸为荣 而且啊 因为我身上的学业也是有限嘛 我就算要捐 也是有固定的时间才能捐 那我就传承了 我爸教育给我的公益的精神 那我用我自己的所学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音乐老师 跟我先生我们两个都是音乐人 我们就用我们的音乐的专场 然后在医院里面做音乐演奏 然后用音乐来做公益 这就是我爸爸给我最大的身教了 在地小人物的热血 温暖了这个私人的城市 多少弥补了人间的遗憾 而鼓励更多人走出来为社会服务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要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